我要争一口气 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 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实际的东西 我一定要拿回来 大家好,我是雷哥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老港片系列 华仔是台湾黑帮的一份子 因车机高超也被称为台湾车神 因此深受老大的器重 但台湾黑帮界可不止一个车神 还有一位,那就是阿良 阿良有已故演员柯瘦梁主演 而柯瘦梁在现实中也是一位车手 曾经飞越黄河 这些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 雷哥就不多介绍了 新高气傲的阿良 不允许台湾有两个车神 还约华仔较量 两人带上旅游 将摩托用铁链绑着 看来这场比赛 不死一个是绝对不会结束的 比赛开始 虽然柯瘦梁在现实中车机高超 但电影毕竟是电影 华仔作为主角 车机肯定强过阿良 眼见快要输掉比赛 阿良使尽各种损招 结果害人重害己 阿良不仅输掉了比赛 还害死了旅游 气不过的他 决定干掉华仔 却被华仔一枪反杀 就这样 华仔得罪了阿良的帮派 而自己的老大 热不起对方 便劝华仔逃到香港去 自己那边有朋友照应他 结果消息走了 华仔等船的时候 杀手已经赶到 旅游小花为帮华仔拖时间 被杀手砍翻在地 华仔跳进海里消失不见 几年后 香港黑帮界 一位新人打出了名声 此人正是大难不死的华仔 他在台湾老大的引尖下 加入香港猛黑帮 在老大农叔的照顾和他的努力下 他的地位也是稳固提高 农叔更是将怀孕的情人小红 交给他照顾 一次意外 小红流产 华仔将其救下 两人互相吐露心声 渐渐心生情愫 农叔帮派里还有一位狠角色 叫阿贵 此人做事 心狠手辣 且阴险狡猾 华仔一向看不惯对方 农叔却经常安排他两大当做事 在一次约大圈帮的交易中 阿贵黑赤黑 抢走金表 双方大打出手 华仔赶到 虽然看不惯阿贵 但好歹对方是同事 他帮阿贵对付大圈帮的老大王肖 阿贵 则曾经将金表弄走 一番打斗 王肖不敌华仔随后逃走 回到帮内 龙叔怪罪两人半死不利 竟敢得罪大圈帮 阿贵将锅全帅给华仔 却不提自己私吞金表的事 而华仔也不想得罪阿贵 只好闷头吃大亏 现在 大圈帮以为是华仔吞了金表 并发出黑帮通缉令 要干掉华仔 龙叔劝华仔 带自己的情人小红去大陆战壁 华仔眼看私下无路 只好听从吩咐 两人来到大陆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难免日久生起 俄大圈帮得到消息 也派杀手追到了周边 一天 一人敲门 华仔打开一看 竟然是台湾的女友小花 原来小花当时并没有死 只是重伤 如今相见 因为有小红的存在 他反倒显得有点尴尬 但不知是华仔的魅力太强 还是两女子的心胸够宽 两女友并没有因华仔而大打出手 反而相处得很好 得知大陆也不安全后 华仔决定回到香港 但他并没有告诉小花 而是选择和小红一起仇 大概 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亏欠小花太多 不愿对方再跟着他受苦 没想到的是 刚回到香港 华仔便被人抓住 不用想 也知道是大圈帮干的 大圈帮的老大王霄 让华仔交出金表 华仔告诉对方 金表在阿贵手上 令他没想到的是 阿贵走了出来 原来 阿贵早已经叛变 他想将金表的事 推托到华仔身上 但王霄也不是个傻子 他决定 让两人死斗 谁活着 他就相信谁 这时 阿贵再次叛变 原来 他早已经在王霄身边 安插好了卧底 然而 阿贵没有想到 这个王霄 比自己还要咬华 没办法 两人只好开打 一阵死斗 阿贵命上华仔之手 王霄知道 金表不是华仔所拿 通过这次事件 他也看出来了 华仔是条汗子 便告诉他事情的原委 原来 一切事端 都是龙叔一手安排 为的就是 借阿贵和华仔的手 干掉王霄 从而灭掉大全帮 现在 龙叔的势力越来越大 为了活命 也为了复仇 两人决定 联手刺杀龙叔 而龙叔这边 小红已回到他的身边 知道龙叔想干掉华仔后 他逃出手枪 威胁对方收回命令 龙叔没想到 小红已经移情别脸 他点了点头 答应不杀华仔 但他 真的会放过华仔吗 显然不会 一辆货车 正在挤压一辆小车 车内 不是别人 正是华仔和王霄 他俩正在密谋 如何刺杀龙叔 结果 却被龙叔先下手为强 遭到龙叔手下袭击 王霄当场去世 华仔爬出车子 还是逃脱不了 被乱到砍似的命运 直到华仔死后 清晰一人的小红决定复仇 他的复仇片段 因为太过血腥 雷格就不放了 在被龙叔的手下 砍成重上之计 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将龙叔推下高楼 他自己 也因伤终而去世 电影也在王杰的经典歌曲中结束 影片名叫标城 是刘德华早期黑帮代表作 电影情节 也秉持了华仔一贯对黑帮片的态度 那就是 只要自己演黑帮人士 结尾就必死 因为尺度太大 此片遭闹很多删减 所以很多细节没有交代清楚 中途很多情节 因很多原因 雷格没有解说 比如华仔替警方做卧底的片段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好了 今天的老港片就讲到这了 雷格准备花大量时间 解说完香港所有经典影片 喜欢雷格解说的 麻烦点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